而且是不是妳在月子中間的時候 把她做一件事幫妳惹嗎 真的 我跟妳講 她也是玩電動玩到很誇張 就是之前 我是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生小孩 然後那時候就是他們 也都不用辦公 不用幹嘛 都在家裡面 然後她就跟她的同事什麼 每天上線 然後玩電動 然後聲音 然後我們就鐵得大肚子 已經在家裡 然後她就在那邊 快點 中午殺了 走啦 一直講話好吵 然後講一些很幼稚的話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好 妳看妳看好可憐 媽媽就是這麼可憐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我跟妳講 我要生了 我到醫院絕對不要看到電腦 她就說不會 我才不可能那麼沒有 不負責任好不好 我到醫院 然後就是生產到住院完五天 然後去月子中心 電腦就把它拿出來了 然後我就說 妳看好可憐 對 那個時候 爸爸好過分 對 然後妳知道 就每天在那邊玩又很大聲 然後我就覺得很生氣 那不是很吵 對 然後真正讓我整個爆發的是 妳知道當妳一有小孩 妳什麼事都會以小孩為重 那那時候剛生出來 是每四個小時都一定要餵奶 就護理師也會提醒 然後我就跟她講 叫她去溫我的母奶 她就說等一下 她那個等一下我就整個爆發 我就覺得說 妳是要讓我小孩餓死嗎 妳說等一下 妳覺得你的電腦比小孩重要嗎 妳說她臉是看著螢幕嗎 對 她的螢幕說 等一下啦 然後 對 然後她就中路 我殺黃泉露的刀中路 真的 氣死我了 然後你知道我就想說算了 我就默默自己去溫奶 把小孩推到房間 我就跟她講說 沒關係 有媽媽的愛也是很完整的 沒有爸爸沒關係 世界上不一定要有爸爸 這種東西 我就覺得就要跟她 我就想說沒關係 可能院子中心 那個街道 我就想說我要離婚了這樣 我不知道有線上 那時候我可能就辦了 然後那時候講 你知道 因為她就在外面的那個客廳的桌子 在玩那個電動 我到底就要把小孩抱進去 然後自己再跟她相處 然後講那麼可憐 彼此這樣 母女倆 就是那麼慘 還諷刺爸爸 然後她都沒聽見嗎 沒有 她當然沒聽見 因為她在幹嘛妳知道嗎 她拿她的電腦 然後開視器說 妳要不要看 我們的院子中心好 好火喔 然後這邊繞一圈 然後我裡面聽了一清二楚 她還說 而且我跟妳講 這裡還有一間空房 我今天不用跟我老婆睡了 然後 就是 對 就是 就是 那個時候我真的滿生氣的 最早有做改變 所以 喔 好棒棒喔 真的 妳真的就好棒耶